22. 中國時報 台中新菜單新天地七十宴歸與勇普櫻圖鴨慶祝七十週年 端賞潮流菜式 吸吐客新鮮感受 2015年7月18日美食X14鄭叔寧人生七十才開始 今年賣入七十週年新天地旗艦店 特別推出品味七十的出現與套餐 結合當今最熱門的烤盒與叉燒菠蘿包 證明老店也能賣潮流 創立於1945年的新天地 而阿麻首老菜在中部廠出名號 七十週年獻賞來點不一樣的 所以挑選最熱門的烤鴨及台中人最愛的鮭魚為主角 行政主廚賴建成表示 用創意製造烤鴨及鮭魚也是品味七十樣的特色 例如三文鮭魚疏彩會彩鮭魚三吃做法 先將生鮭魚新鮮迴香 海鹽造成煙燻迴香鮭魚 再將鮭魚生魚片切成色紙狀 臨上主廚特調花椒麻辣醬 最後用巧折生鮭魚包卷起絲 於是由質豐語的挪威鮭魚有了麻、辣、鮮 香的多層滋味 鮭魚叉燒菠蘿包則把鮭魚包入目前在台中 狠火紅的叉燒菠蘿包中 我們還加入了麻樹和喜絲 讓叉燒菠有鮭魚的鮮 麻樹的蚯以及喜絲鹹香 主廚說 這可視台中獨一無二的菠蘿叉燒菠 另一位主角掛勞烤鮭則有三十多年廚藝經驗的 老師傅親自烘烤 採每隻重約三十四公斤的宜蘭櫻桃鮭 歷經臨汁、風乾、勞烤等泛複工序 呈現表皮油亮、肉質細嫩的特色 除了傳統烤搭甜麵醬 另外附上冰梅醬、薄荷企業果醬及優格醬 配上青蘋果及鳳梨片,就成了清爽的水果烤鴿 當然,讓烤鴨魚上鮭魚菜市品味七十滴重頭戲 例如挪威香鮭烤鴨餃將鮭魚土耳萬貨烤成鮭魚鬆 搬入豬狗肉、馬蹄、紅蔥酥後再包卷烤鴨片煎成表皮酥脆的煎餃 來自烤鴨的柳軟肉汁與鮭魚的鮮香海味 再涉沾激發奇妙的對比之味 另一道鴨鴨鴨握壽司則二隻燒鴨鴨搭配而難鴨 同樣可嘗到海陸雙重日式風味 Index 新天地旗艦店台中市北屯區 第二天 市場忠物